第五屆三車天使 神舟圓盟計畫 舉辦台北公益齊心 暨媒體發表會 不只有ECO及張洛駒 和張士仙等人熱情站台 就連人氣男團 特別的部分成員 也久違的合體出席 其實我們滿久沒有聚在一起了 現在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各自各自 我在講什麼 各自想 不是 各自 對 各自有各自的發展的部分 應該說大家全部 也沒有全部 就是一部分人 這樣聚在一起 其實就實屬難得了 那能一起運動 對我們來說 是很珍惜這樣的時光 騎的過程中 一開始我們都覺得很熱 因為我們其實 都是很怕熱的人 就是知道 Special應該說 我們是流汗男團 對 但是後面開始 騎起來之後 其實慢慢的享受 路邊的風景 Special的成員們 都在演藝圈的不同領域 各自努力著 其中子鴻也即將在10月1號 舉辦個人生日會 與粉絲同樂 耳門票一開麥 就立刻秒殺 讓他好感動 一剛到七年的時候 票就沒了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蠻感動的 然後其實這一次 生日會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非常地緊張 我相信會很成功 也然後也會很精彩 你會有相當的強度嗎 脫衣舞 當然是不會有 但是會有一些屬於 可能個人自己的一些 創作或什麼的 不只子鴻的生日會 令人期待 真的須久沒有一同 出席在螢光幕前的Special 在活動上 也向大家透露 即將出新專輯的好消息 發片 預計 預估 好 不確定 很固的那一種 很固 今年底 今年底 那我 今年底 你會加入一次 你說新的團員之類的嗎 我也沒有 我們其實會加入一個 新的Bebop的元素 那邊三位 因為我們一眼的Bebop 其實不夠厲害 對 我們今天聽了Echo 外源 沒關係 可以有兩個Bebop 聚在一起就愛開玩笑 Special的好感情表露無遺 以此宣布這麼大的好消息 各位粉絲 可千萬要好好鎖定 Special近期的動態啦 完全娛樂要看 採訪報導